2號3號 吳憐庭這一棒打擊出去 來到了中間方向 飛鞋的距離是滿深遠的 SHELL FLAINER 兩分打點的HOL BRAUN 吳憐庭在七局下半炸裂了 這一棒讓中央隊士氣 再次被點燃 掌握住了對方後援投手的球路 吳念廷這一棒帶回了兩分 這是最好回進對方的方法了 這個完全是咬中他的這個 因為他前面丟了一個 一口三口丟了一個速球 還滿接近這個位置 吳念廷他第二個球再進來 就被吳念廷掌握住了 93麥的四縫線 跑到了五號位去 吳念廷沒有錯過 一棒把比數變成了4比12 沒有錯 要多久才能等到一次五號位 太難得了吧 確實紮紮實實地逮中 打到球吳念廷也非常有信心 來看一下最後的延伸跟飛行的距離 一開始中外一手 其實還守得比較靠前一點 最後只能看著球 這個球越過大牆了 還是維持百分之百的上壘力了 正宗哲第五次打擊機會 這個球出棒在中間方向 中外一手必須要往後追 一開始步陣站在太空前面了 球落地緊張藍打 現在正宗哲已經射往二壘 讓二壘中進入往三壘狂奔 外一手把球回散過來已經來不及 阻止中外一手開路先鋒 占下三壘的壘包了 前面被對手美濟沒受的一支長打 這個時候沒關係 八局下半了 還了一支啊 打另外一邊 不過知道他有長打的 你看中外野手其實守得還滿前面的 覆陣 巴拉瑪的中外野手 TOSSE RAMOS 其實在上個半局 在看他追吳念廷的拳力打球 他一開始的覆陣也是站得比較靠前 這次還是站得比較前面 他都站得滿前面的 真的當然就不客氣了 球落力之後靠他的速度優勢了 一口氣衝上了三壘 所以八局下半 現在中外隊又出現了很好的得分機會 沒錯 輪到靈力了 滿球數 滿球數不要打到他的外球 這球打算在右半邊 非常的深遠 來看是進來還是進來 有了 一群不回頭 出位加慢要群炮 今天台灣打線 第一局就分數的開章 林思偉 We love you 這完全逮中嗎 完全逮中 漂亮 對 太過癮了 今天在第一局 馬上就用楊春炮跟對手說 Hello 台灣隊1比0 領先 對 所以第一場的這個打擊 沒有表現好沒有關係 真的以他的穩定性 應該就是不用太擔心的 對 我覺得第一局 如果能夠這樣子好的表現 帶著我們的高雲 鬥志 氣勢 再來看一下 是關場出來 這個滑球頭到比較 甜的位置是沒錯 但是也要靠 有辦法有能力把它打出去 對 在這個數據上顯示 是一個88米左右的切球 被打中 打出了右外野的Solo Shot 幫助台灣隊先持得點 1比0 一大利第二任的走手 Jo Biagini 第一球球手非常煩食 在左半邊落地 協調安打 報告班長 二類安打 Liordavo 李正 敬禮 真的掌握到太好了 真的 張雲晨晨在手打擊中 外野飛球就非常搭實 這次找到洞 打得更漂亮 打得很強勁 他這兩把旗都打得 真的是很強勁 就算對方換頭 不過很快就掌握到 Jo Biagini的一個球路 打出了中阻外野方向 大空檔的二兩打 站上了得點圈 去年球季 這個意大利的第二任頭球 就比阿Gini 他是在多倫多藍鳥隊的3A 那出賽了30場 防律是3.46 其實還不錯 我建議一上場就被 張雲晨打一次二兩打 這一球 在中間方向穿越優學章打 張雲晨又要拚本類 被3A指導 中間擋了下來 對 合力合力 謹慎為上 得點圈吃軌 吳念廷這個受益 補上的章打 站上一壘 這是今天台灣打線團隊的第四戰打 要串呢 要串呢 不管換了什麼投手 台灣打線就是要棒棒開花 對 但在這個半局 不管怎麼樣都一定要搶下來 對 這球打非常強 這次站著半邊 板線賽會 自然的第一戰打 只有單有打點 現在幫助台灣隊 再度站上領先位置 3比2 超前的義大利 真的是 兩個願望 一次滿足 對 還要串起來 要串起來 有得分的機會就不要放過 哇 這個台灣打線 真的在這兩場比賽 會讓球迷看得非常的過癮 非常的感動 無論我們是落後 我們總是有辦法能夠打回來的 對 陳傑仙在本屆賽會的第一戰打 因為其實他在熱身賽期間 整個打擊情況並不是太理想 這次戰打價值連城 對 有一點緊要到 但是沒有關係 落點非常好 嗯 也是投在高的位置 對 火龍大王 這一棒也很長 但是中間防上右 誰就是平道 繞過了三的 要來平板 加速 加速 回來 沒有問題 4比2 棒棒開花 火龍大王 這個時候 一戰打 一分打電 兩分超前 義大利亞 Mike Piazza現在 表情有點 不太好 不想要怎麼做決定 王柏蓉這次掌握住了德典圈的攻擊機會了 哇 這個半局 台灣打線 所出現了第四支安打 對 那現在可能義大利這邊要換頭了 昆宇打第一球 散臉方向 結果繞了 繞了 回來 現在跑球繞過了三里之後 繼續衝刺 回到班雷 第五分 沒有問題 陳傑憲也是衝環的班雷攻下中華隊的第五分 繼續我們要蹦蹦開花下去 三分領身義大利 就算換上了Woods Junior 還是擋不住台灣打線的攻勢 對 林立 這一球 右半邊出現 籃打 現在三點吃到 加林鄉 投禮員 繼續讓班雷做通知 這個回傳球很快 哇 第三個出一球 出現在 回來這邊 現在看起來賺打點的任務 交給報告班長 張育成 陣上的打擊區 再來 再來一個子彈球 打 跟子彈一樣快 前面兩次的一個 飛球 擊球內容都非常的好 那一次造成 這外球的球會失誤 第二打擊就是 打出二兩打 在一起球隊 台灣隊三分的攻勢 希望這個時候 張育成他的一個得點 決定是從 一臉開始算 兩分差 兩分差 這一球 打擊出去 在中外 也搬上非常深遠的位置 往後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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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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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比7 兩隊回到了遠遠 重新再來 重新再來 其實回到了台灣隊這邊了 還有的拚 還有的拚 哇 這個時候真的是要大大的給張育成一個 RESPECT 對 這打得太好了 這子彈球 這個時候他要直接從士官長 晉升為 少將了吧 夠格 絕對夠格 哇 這個球打得實在是 漂亮啊 太猛了 太猛了 中右外野方向的兩分炮 哇 太感動了這場比賽 7比7 今天 林思偉的楊春炮 張育成的兩分炮 台灣精神 再來看一下 兩分炮 最後是打了一個在外角偏低的升卡球 聯合半局 張育成打出了中右外野方向 追平比數的兩分炮 對 讓台灣隊現在是7比7 再次 最近了比分的差距 現在雙方是站成平手 對 裡面應該都是 如果你的球打得很強勁 就會有機會 再來看一下這一次的紅布讓兩分炮 白看不厭 實在是很有力量 太帥了 現在兩對是回到了遠點 7比7 他應該不是2比 少將 中華之棒的新科全雷打王 在八局下半 關鍵時刻戰勝的打擊區 A組分組前兩名將可以獲得晉級 東京霸強復賽的門票 這一球球手非常的深遠 非常的深遠在中外野方向 三個跑 幾禮كر同哥炸裂 三、方、跑 台大王闆起來 這個時候 全tat王發威了 有了..有了... 尷尬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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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這是今天台灣對手敲出來第三發的後門 不曉得該說什麼了,太high了 可以不用那麼緊張,可以不要那麼緊張 因為三分已經打過去了 郭大理先為11比7,711 太感動,太感動 這今天台灣隊所敲出來的第15隻安打 這一棒是相當的致命啊 希望可以給義大利隊迎頭痛擊 要一棒定掉 應該是一棒把他們擊成 我覺得這個是蠻關鍵的一擊 太感動了 那希望接下來我們9局上3個出局數 穩穩的抓 這個時候甚至義大利隊Marsiano是下台一局攻 結束了他今天的投球工作 所以義大利要再度進行投手的更換 休息一下,待會兒我們再回到週季球場 高度要把他放掉 張宇辰其實上來打擊的時候應該也非常清楚喔 那對手絕對不會讓他有太甜的球可以打 這一個球出棒,打擊出去 然後中左斷邊,飛起的距離 非常的深遠 三關炮 趙宇辰開紅了 連續兩場比賽,擊出了全雷打 這一棒讓中華隊取得了5比1的領先 這一個球完全咬得中喔 我知道不會有太甜的球可以打 但是甜的球他不會錯過 對 鎖定在比較高的位置的進壘的位置 就是他攻擊的機會 張宇辰要帶動滿場球迷 要帶動全台灣的氣氛 這一棒值得所有人對他盡力 二局下半抓隊把握住了機會 從中地投手Derry1手中 擊出了中左愛的方向 滿貫全雷打 中華隊在這屆賽會的第五轟出爐 兩個球種的搭配喔 這個球幾乎在本來板中 幾乎在本來板中間的位置進了 一打到全球應該就知道 是有機會形成全雷打 目送這個球 二局下半 中華隊先是頒比比分 在控的第四棒 新一代的台灣巨砲張宇辰 中左愛的方向 石破天競的滿罐彈 現在兩局打完 五比一領先荷蘭 一出局一雷的跑者打擊輪到了極極要拱罐 這一棒打上了左半面界內 穿越了防線形成安打 這次問題繞過二壘往三壘衝 最後是被擋了下來嗎 沒有要繼續衝 往半壘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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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球 最後感覺應該有機會safe 但是進來的一壘省說 被抓到了嗎 大家看我們要不要挑戰喔 極極要拱過來這一支安打 穿越了荷蘭隊 昨面的防線了 但是要看一下 余利森普羅法的回程是不是來得及喔 秉總這邊是比出了先等等的手勢 最後的回程 川普 哇這應該有擋到本壘喔 如果就他的左腳位置來看的話 其實是沒有給吳念廷一個去 摸本壘的空間喔 而且他最後其實吳念廷的手勢 有點卡在他的腳上面 就在這邊喔 就這個位置 所以這時候 中華隊是決定要來挑戰喔 而且應該就是要引用到 有沒有這個阻擋本壘的原則喔 但從我的角度 我覺得這其實 他的腳其實稍微有點跨過來 這邊就很明顯 他的腳如果是沒有跨過來的話 我覺得吳念廷他的手 是可以很順利的去摸本壘 雖然說在這個波西條款裡頭 確實有彈數 如果捕手是為了要接球的話是 影響到跑者的路徑是沒關係的 但是這個球很明顯 看起來應該不是 他不是因為要接球 他是因為那個腳的位置 這一次的本壘攻防喔 對 不然這時候其實他手 早就應該要進了 但是被川普的手給擋住了 左腳這邊其實有擋到 撲壘的路徑了 所以來看一下這一次 裁判團 我是覺得有改判的空間 哇 不過是維持原判喔 面對左打陳列腺 剛剛這個外角球 並沒有投進去 一好三壞 陳列腺這個球出動 打到中左半邊 弄力請才安打 這下的急急要趕快 弄到過三壘 要這邊快得門了 而且球是引路往後滾 陳列腺現在弄到過二壘 有機會衝三壘 衝三壘 衝三壘 陳列腺撲上去了 沒有問題 三壘安打 陳列腺說擋住沒關係 我自己來擋 統一師隊的四野 中華隊的四野 陳列腺 這一棒帶回了 中華隊該要的分數 第八分送回來 好球帶給照顧好了 對 然後給破壞掉 從另外的角度來欣賞一下 陳列腺剛剛在尾包間 飛奔的英姿喔 看來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決定要衝三壘喔 他必須是在他視線的前面 他可以繼續去判斷 不是有點打到右半分 需要由三壘區指導 這樣來做判斷 陳列腺 這樣比賽又有打點進場 真的是訴求的對決啊 我們前面賽前有提到 尚未成在直球上面的設定 你投紅中衛啊 然後他又看到 瑞典瑪迪斯 丟了這麼多的訴求 一定有所準備耶 前面三個打擊 碰上了古巴隊的 包括先發的勒馬 Romero 還有Garcia 其實都是用變化球為主 來對付張育成喔 但是Martine 我相信他對於自己的直球 也是彈到了槌打牆上 標準的長打 張育成 讓滿強的球迷 再次響起他名字的呼喊 這球95米啊 張育成的擊球出數是99.8米 所以他真的有力量 而且也會打直球 昨天張育成在擊出滿關包之後 其實包括了 郭森的紅襪隊 官方推特也是 有關注到 他在今年賽的好表現喔 當然也會希望說 他在今年賽好表現 能夠帶回到大聯盟的例行賽當中喔 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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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